来来来 都一起上 别浪费看时间 不懂 秦教官一个人 把令人部队给击溃了 秦教官越来越强了 竟一人单挑华夏最强部队 走 去找启末 打那么久我都饿了 好久没吃烤鸭了 趁现在正好有点谈 我的鸭 叶 叶队长 叶宇兰 他不是执行国际任务了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严军长 立任队长叶宇兰 圆满完成任务 队长 我们立任刚刚被 囚队长不用说了 我都看到了 你们压根不是那个军官的对手 啊 西西还能 秦家是艳阳四大家族之一 不知秦教官与秦家是否有些关系 没有 来艳阳已有粤语 第一次有人主动提及秦家 难道 他很了解秦家 没有就好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你这种无名之辈就永远别想打败利任 叶宇兰 你怎么和秦教官说话呢 萧司令 许司令怎么也来了 艳阳营区又想搞什么妖蛾子 这秦末年纪轻轻就有这关实力 如果他能加入利任 加以十日必成为营区洞阳 秦教官 有没有想来利任发展的想法呀 只要秦教官肯来 我就立刻让你成为利任总教 还给你营区至高无上的权利 秦教官要是去了 我就完了 你还在想什么 秦末 当着许司令的面 我说得直接点 你在狼牙太取财了 来艳阳才能发挥你最大的才能 请你好好考虑 秦先生 您曾经答应过狼牙部队 不会离开他们的 徐飞翔啊 我开出的条件如此之完美 秦末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这么多优良的条件 的确挺诱人的 秦教官 做出你的选择吧 我明白了 利任总教的位置 我们另找别人吧 我只想在狼牙 这小子疯了 他竟然拒绝了营区令的邀请 抱歉啊 我对你说的权力 金钱 名望 完全不感兴趣 毕竟在狼牙 我有很多奇妙的经历 和难以割舍的羁绊 秦教官 时间不早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秦末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秦生丸的药方 已经招给艳阳营区了 不知道百岳燃那边怎么样了 屎鹿 喂 门店有什么 秦老板 听到百老板失踪了 你快回来吧 荣云他们开始行动了 秦 秦先生来了 您终于回来了 荣云利用自己投资人的身份 撤掉了百老板 换上了自己的亲信 现在药店 都被他架空了 我被他 强行赶了出来 百老板也失足了 您 知道了 我会让他们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呢 秦孙的 谁让你偷懒的 你 你们荣家忘恩负义 还是我把荣亿举荐进来的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 既然我们已经进来了 那你也可以滚了 哦 对了 门店的厕所清洁还缺人呢 可以交给你打理吗 可恶 你们荣家不要太羞胜 秦先生回来一定会 为什么 听好了 他女朋友已经被荣少绑了 到现在他连个人影都不见 你以为那小子会好心到为了你回来 莫非 你才是秦孟的真爱 你吗 嘿嘿嘿 老废物啊 赶紧起来干活啊 别指着秦孟能回来了 奇怪了 秦孟怎么还不出现 秦先生 你赶快来一趟吧 我给他打电话 夜里出大事情了 老废 您最好认清现实 难道他 放开他 秦孟回来了 时机正好 他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拿我当自己人 不然他跟赵不经理动手的时候 我就趁机下药 和农家练营外合 搞死他 老高手第二集 每周六上午十点更新一集 决定有看点 敬请 路红 我们受到这线 怎么着 冷气 外国家 不是 我们疼得 还是 很习惯 不 好 玩家现在 将作为游戏大购 用游戏头 开始新的冒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这都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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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旁命 你在那方苟且偷生不和 非要来自取 赵天 李清河 情价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你 你的秦宇 你的秦宇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进来这次来 成为废人 怎么办 你 你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我要撤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呀 不 不可能 你即可凡人无敌 不 饶我一命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来 来